大概一个月前还是半个月前,老爷就吃到了一个瓜,就是关于杨子秦俊杰的,说是男方在剧组出轨被女方抓包,两个人闹掰,两个人的恋情一直都比较低调,男方看起来又不像那类人, 所以老爷就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没有敢发出来,直到前两天传出做大腿的爆料,我本来心里好稍稍松了口气,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细思极恐,一对一对的,井不然和泥泥钱,是不是有人放出来? 两个人在巴杀互动的,欧豪和马思醇前是不是隐约?有看到说欧豪都促马思醇减肥,二十斤的稿,至于纪凌晨和看青子,老爷都已经快分不清,到底是谁在买热搜了? 反正下手剧很无比,话又说回来了,秦俊杰最近要开的一部剧,名叫《善始善终》,哈哈哈哈哈哈,简直巧得妙不可言,而且,最近的都有人放话,下去又有一个明星要曝光恋情了,你们猜是谁呢,会不会又是套路呢? 预计一下朱一龙和白宇的近况,居老师要去换乐之城,上次应该已经说过了,另外他参演的知否年底就会播,18号回现身微博,举办的粉丝嘉年法北京线下活动,代言方面有个欧莱雅大使,至于白宇的话,老爷才知道原来他的家庭条件很好,算是富二代,他爸爸还上过CCTV,是个很成功的商人,白宇千万一心,一心出名的就是炒作营销, 本来想炒他和赵又廷CP的,可是他都不感兴趣,他手上有生炭,获取病,七妖法海团,居老师还有拍到杂志,但是白宇的时尚资源,好像不太行,好论度也掉了,大家都说杂志是金九印之,最近已经曝出了非常多,非常棒,老爷非常喜欢的映照,其实火箭少女和张嘉诚的那组我也非常喜欢,可是大家好像都欣赏不来,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2000年初的服装杂志和写生绘画临摹的书,这几个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,他还原了那时候的妆发,超级超级复古,年代感十足,一看了图老爷就想起那个时候,最近各大时尚杂志混战,大家都会尽量挑选一些分量重的人物做封面担当,老爷却发现了潘伟博,虽然他好像不常见到混进时尚圈, 这么一个乖宝宝宝,没有企图也没有眼心,原著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他,然而,环珠林子卑被容摸摸扎针,划马问他伤从何来,并非也就是我伟杰,说,这都是宫里的老把戏了,顺便请大家做一下家暴凯的连线题,演技一绝,腾讯自制宗艺,无知博士环游记嘉宾暂定, 雷佳音,郭京飞,李光杰,林志玲湖南卫视综艺深入人心嘉宾有,尚文杰,王力宏,蔡芹,黛玉强爱奇艺综艺解决的花店嘉宾,小S,侯佩辰,阿雅,尤长静,林炼俊,11月中旬播出电视剧秀才点兵主演暂定,杨乐,看青子,看青子真可谓是情场示意,职场得利黄轩和AB主演的电视剧创业时代,暂定11月在东方卫视黄金带, 但播出电视剧盗墨笔记之中喜记定,王鹤帝是张启玲,行招临时无写,非常非常惊悚打得一条瓜,赵丽颖推了接下来一段时间,几乎所有的通告和影视剧,各位小哥的小姐姐想知道更多明星八卦爆料,快快上车进群试瓜,如二维码无法进群,请后台回复八卦进群,往期精彩,于老爷,现已入住今日头条,数百度百家数一点资讯新浪看点, 数网一号数凤凰网新浪微博数,起了号数UC头条去头条,数东方头条,数爱奇异泡泡社区引力资讯数秒拍数一直播数微天